大陆明年元旦期终止ECFA12项石化产品又会关税 包括乙烯 丙烯等基本原料受到冲击 几乎石化产业全面受到波及 受影响的产品包括乙烯制成的毛衣 纺织 塑胶罐 而绿乙烯做成的皮包 玩偶等 另外皮鞋 球鞋 平板显示器都会受到影响 根据石化工业统计 以去年出口平均税率计算 ECFA部分终止将来恐怕要多缴台币163亿元的税金 但经济部说今年受影响的产品约18亿美元 影响不大 传统石化产业受冲击 进阶影响就业人口 被赖清德视为国师的财经专家谢金河 说传产人口可往科技电子业转型 但摊开台湾就业人口约1152万人中 传产人口超过408万 占近四成 IC产业人口才82万 占不到7% 蓝尾怒轰 你蔡政府是要百姓转型转去哪 民进党的侧异国师都可以胡说八道 你知不知道石化业是工业之母 石化业跟IT产业它本来就是隔行如隔山 更何况有一些可能面临到中年失业 中年转业的问题 民进党的政府官员 民进党的民族 他们关在办公室里面 吃香喝辣 他们当然不会去管这些产业员工的死活 有谁有像你们那个新潮流这么厉害吗 搞政治变成搞产业 然后搞标案吗 觉得这些嘴脸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恶心 IC产业 高科技产业 附加价值很高就赚比较多钱 可是他骗的人工不多啊 他骗的人工只有7% 现在是石化业 再过来工具基业啊 这些都是劳力秘籍 招砍的ECFA石化项目 有平板显示器原料 最大竞争对手就是日本 韩国 但台湾没加入RCEP 这回ECFA双边经贸受阻 恐重创台湾经济 多边贸易组织全部都没有办法进去 凤梨啊 世佳 还没有办法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结果呢 今年凤梨输往日本惨不忍睹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加入多边组织 大陆终止石化项目的关税优惠 恐怕只是第一步 执政者嘴上说影响不大 就怕经济产业受重创后 基层蒙受的损失和政府说的差很大 记者张佑茨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